字幕提供 我覺得其實就是因為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 我其實 我是先接觸遊戲 然後再回去漫畫 所以我覺得其實 也是因為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畫面上面 然後這些就是特效上面 就是讓我覺得就是很酷 然後再看那個劇情其實 你就會跟著那個劇情走 越來越對這個作品很有興趣 然後你甚至回去看他的漫畫 比如說你泡女孩子啊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較純情一點 比較害羞 那個比較少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直接 然後就是 我覺得怎麼樣 我就會講出來我的感受 所以比較不是那樣的方式在泡妞 所以有點像是 愛情片就是有點像 你要另外演另外一個角色 在談戀愛的感覺 所以 我不知道 我看我那個臉 我是有點害羞 所以你不會有 如果你想講的話 就是哪一個對你來講 是比較深刻的 呃 你說說 那三部嗎 對 然後還有你自己本身 我自己覺得最好玩是劍道 我自己覺得最好玩是劍道 因為就是 那個也是 呃 因為你要穿那個衣服 然後 其實在裡面其實有一點點悶 對 可是 因為它很重 然後你要移動 這樣其實 感覺蠻特別的 對 那親情的部分呢 有比較印象深刻的情況 那老爸長得超帥的 你不覺得嗎 他就是 對 帥老爸 那最近 前陣子啊 就是有被誤會抄襲的事情 可以再幫我們澄清一下嗎 喔 那個其實就是 因為 因為 像我們有時候都會在網路上買一些菜币 那它就是有 有一些就是 它其實買它是有版權的 但事實上呢 它有不同等級的版權 對 所以 其實我當初買的時候 並沒有真的要完全用 因為我自己想要加一些細節進去 所以它的確就是 我就有改一些小東西啦 對 那其實那個東西其實很單純 那就是 有人跟我買到一樣的菜币 對 接下來有一些什麼樣新的規劃嗎 是不是有演唱會 好像讓本司滿期待的 喔 對 我 呃 之前一直有在問演唱會的時間 然後今天 終於可以公布 呃 我們是在八月的時候 會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對 然後 對 有點緊張 是只有一場嗎 一場還是會再加開 欸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欸 因為如果就是 如果有人想看 我們就多開其實好了 嘉賓有想到會找誰嗎 呃 頑童可能一定要凹一下吧 用凹的是嗎 頑童要凹的 對 那 兩位大哥的話可能要用櫃了 對 所以 對 就 我 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歌量可能 我怕有點 沒那麼多 對 就是我怕就是 我自己撐整個秀 我現在還一直在寫歌 我現在還一直不斷在寫歌 因為我就是希望 要湊新歌出來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 欸如果時間真的不夠長 我怕到時候有人買票會生氣 所以我就必須要把彎童也凹進來 聽我一下 幫我再 充個時間這樣 對 www